好 煙霧嘛 展到黃色 這個是剛剛 剛剛染色的 所以要洗乾淨 重新沾墨 雲的基礎 我刻意畫的稍微黑一點讓你看 大概我們畫遠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筆弄成這樣扁扁的 扁扁的 還是要拿很斜 這樣子 一筆 兩筆 三筆 他基本筆法就是這樣 有沒有 那你看我這樣一筆下來 這邊濃 這邊淡 對不對 那我們再接的時候 再接 你可以轉一下這支筆 有時候你沾墨的時候 筆尖這邊特別的黑 他就會出現這種線條 就是表示你沒有把墨 調好的很好 你看這筆是圓的 所以四面八方都要這樣跳 好 再一次 一二三四 好 這樣就調整 我們把它接起來 我上次有跟你們講過 這個筆法就是輕輕的下筆 重重的收筆 有沒有 輕表示稍微快一點點 快一點點 但是要稍微停住一下 煙霧的話呢 這條線 會比較 不明顯 但是 雲的話呢 他比較具象一點 比較具體一點 所以這條線會比較明顯 所以你看我 我以染雲做為基礎 雲的話呢 他一個基本的形狀是這樣 上面不能留這樣 如果我留這樣子的話 這裡就很 鋸齒狀 所以我們要把它染掉 剛剛都是慢動作 現在是正常 正常就是這麼快速 當我這麼快的時候呢 他就會出現非白 這個非白就是 在空隙之間 你能夠 跟紙的白啊 能夠調和的一個地方 有沒有 一朵雲 就是這樣 從濃的 畫到淡的 然後讓它慢慢的不見掉 然後我們第二朵的話 會從這邊再接出去 都是一樣的造型 對 我們今天的課題已經結束了啦 現在是要交基礎 如果你累了你就先回去沒關係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不要 等一下我不要 你回去問他嗎 我怕那個 然後再繼續 你看我們這邊再繼續 你都不知道吃完了 七年多啊 再接上去 好 好 然後這裡又可以接上 嗯 然後越來越淡 對不對 阿雲在哪裡呢 白色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 好 啊這裡也可以接喔 好 都可以一直接上去 延伸啦 所以雲海的話就是一直這樣 無限的延伸 當然 我們真正要安排雲海的時候 也是要讓它 看它怎麼流動 那麼你看 這邊比較 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發展成煙霧 所以譬如說我這樣子 我要把這邊 這邊就是煙霧了 原來 你大筆一點 然後不要有這個界線 這個就是煙霧的基礎 好 這是煙霧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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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